首先我们讲一下这个拖泡机 这款拖泡机的这些开关 这些控制 首先这个是那个温控器 控制这个拖泡器里面的发热温度的 这个加热开关 按下去加热 弹起来就停止加热 这是电源整个开关 这是转换开关 压力表和定时时机电器 这个近期压力条件内置的 首先一般我们这个电源开关 先打开打到自动位置 然后压力我们通过这个压力发解法 打到自动的时候 通过压力调解法 一般调到0.4到0.6兆帕 时间我们一般是设到20M 就是20分钟 然后这个门打开以后 我们会配一个隔板 隔板里面可以这样放平 或者是用那个条件板一个个的放 四个拔手 把门锁进 现在我们开始操作除胖 首先把要除胖的皮放好 或者用条件板放进去 把门关上 三角手一一地扣上 点击 添加 点击 我可以放在一旦 你把这一旦那样都要不要 就会放在一旦 我会放在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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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锁紧 打开电源开关 先把温度 射到50度 现在是50度 然后按一下加热 现在开始加热 时间我们设好了20分钟后 现在先打到进气 手动进气 然后调节 进气压力 开始进气 供压机喜欢 因为这个供压机太小 可以启动 我们会平等一些 然后再上去 当我们调到0.4到0.6 不到吧 已经4到6公斤 压力已经到了0.4级了 打到摄影压力以后 将测量器打到自动问题 这样子就开始在20分钟以后 自动排气 便于拍摄 我们现在把这个时间 射到30秒 意思就是 因为20分钟太长时间了 我们让30秒后 自动会开始排气 排气以后 把门打开 将要把这个降溯 处好泡的那个瓶拿出来 在30秒后 开始自动排气 现在是自动位置 这个灯一亮一亮 红灯亮的时候 就开始加入了 红灯灭了 现在开始排气了 刚气压排完这个时候 我们检查到 我先把那个 打到排气位置 开始 开门 因为打到排气位置的话 万一仪表出现 显示不正常的话 我们也能再次的 让里面的空气排完 把这个除泡泡的瓶拿出来 OK